過去這十幾年,雖然經濟發展 速度當然比我們一些競爭對手慢 但是總體的經濟發展都算是可以 但是在這個經濟發展之下 有一小部份人是得益很多 也有很多一般的市民是不但沒有得益 他們看到他們生活的水平是退步了 他們的入息少了,他們的生活支出高了 在房屋方面他們居住的條件越來越惡劣 所以你看到在這種情況下 昨天公佈的結果不是一個很驚奇的事 要舒緩這個問題,解決這個問題 是需要很多時間,很多精力,很多資源 我希望新政府在7月1號上任之後 能夠擺放很多功夫在這方面 想一些新政策可以開始舒緩到這方面的問題 請問一下,請問一下 我們繼續指令 先來,請問一下 我們會有更多的問題 請問一下 我們會把總體的交易 我們有更多的問題 現在我們會有更多的問題 我們會有更多的問題 我們會有更多的問題 感谢观看